从空中瞄准攻击地面装甲车 在俄乌战争中 乌军使用美智台湾刀无人机 痛击不少俄军战车 而台湾似乎也看到战果 外媒报导 我国已向美方正式提出 采购类似的自杀无人机 一个是小型的300型 另外一个是大型的600型 两者差异主要是弹头的重量 还有就是航程的不同 它可以设定在10分钟 台湾刀300是迷你型无人机 控制范围10公里 制空时间约10分钟 主要用来打击小型目标 台湾刀600体积较大 控制范围更广 制空时间更长 可摧毁坦克等装甲车辆 至于我方也提出一款 Altius 600的无人机 属于游荡弹药 飞行续航力长达4小时 用来反无人机 执行电子站等任务 美国学者认为 这几款无人机 可提升台湾对中国的嚇阻力 可以让我们的 各个作战区的守备部队 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可以来阻挡中共的进犯 最能够去直接强化嚇阻的 可能还是这种 比较大型的无人机 或者是潜舰 不过这些武器 造价都低廉 像是台湾刀300成本 约6000美元 比较大的600型 一套也仅12600美元 等于可以用便宜武器 摧毁共军的高价目标 交换比非常划算 如果等到解放军 已经登陆的话 代表他们已经掌握局部的 空忧跟制海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弹簧刀无人机 或自杀型无人机 可以发挥多少的用途 台湾积极强化 不对称作战 变成一支超级刺猬 让中国想吞 都吞不下去 欢迎新闻 林伯来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